1月26日某音乐颁奖典礼在台北盛大举行 萧敬腾 穆文卫 蔡依林 于文文 王心灵等多位大咖热力接唱 萧敬腾一连带来三首经典歌曲《嗨翻小鸡蛋》 期间萧敬腾依正言辞地否认周董卫为机买单 还非想小时候因为丢了压岁钱被爸爸揍的小气势 更熟悉我原来乱 相信一切都是纪彈 好可爱 没有 完全没有 他忽视了这件事情 春节除夕家有没有 有 但我讲好多次 可是我还是可以再讲一次 就是我压岁钱掉了 然后就被我爸爸揍这样 是 小时候会小很小很小 对啊 蔡依林单颁奖典礼 压轴嘉宾 一身复古套装 搭配大耳环 加上紫色唇装 引领时尚新潮流 她本人更是调侃自己刚从油画里走出来 拍照环节还不忘主妇摄影师 把自己拍高一点 女生也是很可爱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你们 那我就放他走 金春永祝 谢谢 她是不是在补几张 那我拍高一点 谢谢 台北报道